市長會參與賴靜德之前出席嘉義新代委會的時候 他有提到中央在嘉義有十萬票 你怎麼看的 賴靜德說要在家裡騎我十萬票 真正欲白說 家裡人兄秀自己人 我們都會團結一起共同面對 這麼多次在選舉的過程 尤其我來報告打招牌時 都會打招牌公司的消息 現在我就會走下去 所以這次很清晰 他都會說蠔友宜什麼都不怕 子彈來了 生技來了 都不怕怎麼會在怕 炒蛋炒大 風風水街太不白 所以我相信 我一定贏 尤其 我真感受 我們嘉義人出一個小副總統 他給我鼓勵 鼓勵說一定既然做到副總統 由我們嘉義人一步一步 認真打招做事 尤其國家有來的時候 像他在中央斷交的時候 他都會站出來 由我們經濟來打招 由我們經濟來創造台灣 有一條 可以經濟向前走 他就用這個情形 哪像我一樣 在這個 我們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 需要安全的時 不需要健進的時 看到 這條 冰凶戰略 讓台海 出現了很大的危機 我一生信念中華民國 愛台灣獲得 我們這個嘉義人一定會站出來 來替我們的國家 替我們的中華民國 替我們的家 我們來台灣 可以團結共青年 所以我這個時候站出來 是我們嘉義人不分 什麼政府 對你跟我 我們為我們的國家 共青年 為我們團結我們台灣的共同 可以讓我們 驚訝後一天 結束又驚訝 所以我一定站出來 這是我小副總統 和我們嘉義人 替我的鼓勵 我一定和團結我們 團結我們台灣人 團結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夠甘共青年 謝謝 謝謝